美股的四大指数收黑 台股今天是开盘震荡小跌 不过航运股撑盘 以及加上台积电穷版600元的大乖 一甩昨天的颓势 在电子量争止跌之下 台股即将迎来风关的行情吗 还有遇到这种底部形态 请千万要注意 一旦突破的话 就会有火山式的喷出 今天技术派大师杨绍凯老师 要带你抓住起掌点 拥抱大获利 请锁定今天的股市二潮店 股市二潮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施伟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很难得的机会 邀请到这一位技术派的大师 他有多年技术分析的经验 总是领先基本面 先看到标股 而且在台股当中 已经纵横了二十多年了 我们赶快来欢迎杨绍凯分析师 欢迎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杨绍凯 老师你好活泼啊 因为讲技术面 会比较生硬一点 所以我们尽量把它放轻松 那大家就不会觉得监涉难懂 听说有网友赞美你是全台湾技术分析最强的人 老师怎么想 很正常啊 而且听说你在积极的培育你孩子 是不是 因为坦白说我目前认为我是没有对手 将来目前啊 将来有的话 可能是我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儿子 你儿子 因为我教他嘛 那如果有自己的东西就能超越我了 名师出高途 应该的 这个腹腹无全职嘛 我们来看一下呢杨绍凯老师今天来 我们来赶快请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了 台股呢压低结算回测支撑 电子股今天是量争止跌 台股即将要迎来大家都很期待的风光行情了吗 另外杨绍凯老师呢要告诉你 这种寄宿形态请千万不要放过 大底部再加上头肩顶会等于火山式的喷出哦 好来看到今天台股的部分 台股呢因为美股呢 即将要照美国联准会呢即将要召开利率会议了 所以美股呢是连续两天都是观望 而且回档整理的 台股今天呢一开盘也是开了小低盘 最低点呢来到了17556点 但随后呢由于台积电手稳了600元的关卡 以及今天呢在盘中哦 航运股也接着撑牌 包含了航空跟货柜表现的都非常好 以及面板今天友达也是大涨了6% 跟IC设计还有游戏股表现的都非常好 今天呢最终呢是上涨了60点 涨幅是0.3% 收在了17660点 成交量呢则是缩小到了2474亿 今天因为月线压在上面的关系台股呢一度试图呢要突破 但很可惜今天并没有突破月线 另外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今天呢因为中小型股表现的非常的活跃 所以今天呢贵买指数涨幅更大 来到了1.04% 成交量也略微缩小到了884亿 好来看到台股的部分呢要来请教杨绍凯老师了 老师昨天呢台股的最低点就是那一根黑K呢的最低点 是17566点 那今天呢台股的最低点也一度的来到17556点 只差10点哦 但幸好呢是有支撑住没有再往下跌了 而且就开始一路往上了 这是不是代表说 其实呢有机会哦可以在年底之前来攻上万八 尤其是现在距离12月30号 啊因为12月31号放假了各位 元旦年式假期 到12月30号为止呢 剩下11个交易日之前 台股有没有机会上万八 呃先给大家一点希望会上万八 会太好了 第二句听完的话 你可能又觉得又好像希望会落空 会上万八 但是呢我认为应该不会在年底之前 啊不会在12月31号之前 应该是明年1月的时候 哦好怎么说呢老师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我们看一下大盘的技术线形图 今天的最低跟昨天差10点而已 嗯对不对 今天最低17556 好那这个反弹我比较倾向它只是一个技术性反弹 哦为什么这么说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哦原因很简单 嗯好如果说啊这个大盘它要再直接去攻万八的话 对哦理论上昨天哦月线这里这条这个22日均线它不会跌破 哦它会直接到这里就上去了 OK好各位我们可以去回顾一下哦 呃从一我们现在图看到16162 哦各位看到那一段涨是怎么涨 嗯它碰到五日线就上去碰到五日线就上去 有没有有跌破就稍微微幅跌破而已 是是是它那个月线从来没有去跌破掉 对那只有一次跌破五日线就是在前之前那个高点 看到红色镜头画的那个地方大约是在11月底左右的时候 对那我这样子讲就是说之前也先来冲一次没冲过去 嗯那跌破五日线对不对 跌破五日线测到哪里测到季线这个位置止跌 对哦止跌收缴之后季线有支撑嗯好然后呢它为什么会上去 它隔天隔天收一个继续涨然后带量对哦 所以明天就很重要哦好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明天来讲的话今天先做这个我先刚讲先做一个基础性反弹 对哦如果要上去的话它会这样子先带一个量 哦量先出来量先价值哦 哦量出来之后继续涨哦继续涨那能去挑战五日线能站上最好 像像那个前一波它隔天没站上 但是再上去就冲上去了哦对不对哦 连那个五日线站上去老师一熟悉公明天的量 绝对不可以像今天这么小才只有两千四太少了对 如果要再上工的话要像前一个从低点往上的地方是带量上工 对对对那这种情况它就会直接去突破了 但是目前看起来我认为机会会稍微小一点 因为技术面我刚跟各位解释过了哦 它真的要冲的话在年底之前冲的话 它理论上以我的经验它不会跌破二十日线 嗯好了解吧 OK好老师真的是好事多么万八会上但是要先下再上 然后最重要的是要看明天 明天有没有量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明天很重要 老师明天台积电除息这件事情 如果它能够快速秒停息的话 有没有可能可以带动整个电子股 因为今天电子股的成交比重已经回到六成了耶 这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嘛对不对 是这个所以这个就观察了 明天台积电除息完之后是有行情呢 还是除息完之后继续往下 好那老师呢也请您来帮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到下一页呢是电子股的部分 因为电子股呢今天呢在行情当中呢 电子股的比重是回到了六成 而今天包含了像是台积电跟联电呢 虽然没有大涨但是都是有手的 老师怎么看待未来电子股的走向呢 电子股在我们谈股的前重比较重 那我目前的看法也是差不多啦 跟大盘的看法一样 因为今天反弹也是量缩了 那昨天也跌破了那个月线 那反弹这个只能当做一个反弹 测试压力那一样一样要有量 然后再快速的站回去 好这是电子股的部分 那航运股我们也请老师帮我们讲一下 航运呢是在今天的盘中上涨最多的 航运今天呢船加上空中飞的飞机 加上总起来呢涨幅总共来到了3.58% 老师货柜都涨了 航空今天也涨了 您怎么看到后市的部分 航空分为海运跟空运 那我觉得两个要分开看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我们先谈整个航运指数 整个航运指数来讲的话 我认为这里未来它有机会往上 因为从近期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底部形态的回撤支撑 什么样的底部形态 怎么样回撤支撑 那从先看均线 均线就是说它今天来测试 之前是压在130日的半年线附近 对不对 没有突破 那这一次上涨突破之后 它刚好从均线来看的话 它刚好来测试这个均线 130日线均线的支撑 半年线的部分 目前是有守住的 这是航运 但老师说要细看 我们要把航空跟货柜分开来了 现在看到是长容的部分 对那长容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是有底部形态 也是回撤 回撤 一样回撤什么呢 回撤它现在 我们先讲移动平均线 等一下再讲其他的部分 它是回撤什么 回撤22日月线的支撑 目前也是守住的 那相对来比较 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我们航运指数跟大盘比较 它是比较强的 对 以移动平均线的角度来说 但我们怎么可以 这么轻易就放过少凯老师呢 因为老师最厉害的 就是技术分析了 所以等会呢 针对长容的部分 老师为什么这么看 我们会再详细的 来做细部的技术分析 接下来我们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老师贵买指数 今天涨幅是来的更大 来到了1.04% 年度的机体作战 跟中小型股 是不是也是有一定 相当程度的关系 内资来助长今天贵买的涨价呢 对 对我们现在可以发现说 土洋不同调 投信是买的 外资是卖的 对不对 那所以说 小型股作战 年底作战 就是在投信在买 那我们从技术现行来看的话 昨天第一点刚好达到什么 达到20日移动平均线 支撑这附近 那之前也有一个一段拉回整理 也是守住了20日移动平均线 那今天看起来还是有守住 所以看起来比大盘真的强很多 对他比较强 那比较强的话 那当然那就不能再往下跌破了 往下跌破的话 可能他后面又要往下去这次之争了 OK 好在贵买的部分 另外呢就像老师刚刚所讲的 看到三大把人 外资呢一直卖 外资呢已经连续卖超四天了 外资呢今天卖超了61亿 而投信呢则是大幅的买超 昨天买了20几亿 今天也买了29亿 三大把人合计是卖超了56亿 外资买些什么呢 来看到外资今天买了友达群创 以及彩晶这是面板的部分 以及外资今天也买了长荣 老师很看好的货柜以及果硕 卖则是卖了长荣行联店开发金 以及金宝跟康书 老师真的跟你想的一样 他是买货柜然后卖航空 对 所以这也是这个外资目前呢 他的一个动向 另外来看到投信买卖超的部分 投信呢今天也买了友达跟群创 哎投信跟外资有志一同 还买了开发金人宝跟中钢 卖了联电融成 以及福茂金晨银跟卖华航 好以上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了 接下来看到老师主题要来告诉大家了 接下来分析了这个底部的大底部 加上头肩底的现行呢 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有机会会变成火山式的爆发 我们等会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懂得技术分析投资台股会更有力 我们邀请到的技术派大师杨少凯老师 要来告诉大家了 这个主题大底部加上头肩底 就等于火山式的喷出吗 有请杨少凯老师来帮大家做介绍 有请少凯老师 好的 欢迎大家 我又回来了 好 老师我们先来看到 四种常见的一个底部形态 也请你来帮我们稍微的做一下介绍好吗 底部形态其实很多种 那当然这四种是比较常见的底部形态 那技术分析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帮你掌握买卖点 我们不是说基本面不重要 基本面当然也重要 但是基本面它没办法帮你抓卖点 没办法帮你抓卖点 对不对 只有技术面做得到 所以各位 你们今天运气很好看到我 你们今天会学习到一些东西在身上 那学到的就是你自己的 是 好 所以呢四种常见的底部形态 老师有W底 还有V型反转跟头肩底 以及呢 下面另外一个呢是 那个是箱形底 最右下角是箱形底 箱形整理的部分 那这四个部分当中呢 老师首先呢 先用立基来跟大家呢 做一个分享有请 好 那立基来讲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张图就是很明显的头肩底形态 那左肩底部 右肩我都给你们画好了 对 那你们记得 我教你们一个重点 今天这个额外赠送 本来没有准备说什么 对 头肩底一般来说 右肩会比左肩还高 对 这是判断头肩底的标准 你不要把所有的形态 都当做头肩底啊 头肩底 左肩最低点当然在底部 那右肩一般来说 会比左肩还高 这还是第一个 我们判断头肩底的一个重点 好第二个呢 当它突破了之后 有的时候会有回撤 有的时候不会回撤 但是突破的话 一般来讲 它会有一个长阳线去突破 一般也会有量 这是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 它回撤了 那过去的那个压力啊 我们讲叫警线 回撤不会跌破 那个才是真的突破 才是真的底部形态完成 回撤不破之后 它就会继续再涨 所以我们从利基的看 利基为什么技术 为什么最近会大涨 因为它有底部形态 那如果你懂这个技术的话 你在两个地方买 哪个地方买 一个是突破的位置 一个就是回撤的位置 你保守你积极一点 一突破你就买 保守一点你可以等 等它看回撤没破了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突破 真突破你买 歪错了 你一跌破警线 你马上走 你马上停损 你会不会大亏 你不会大亏 了解吧 老师而且这个回撤 再突破的时候 也是一定要带量上攻 对不对 对 一般来说 它既然会有行情 量先架行嘛 我们刚跟大家讲大盘 也是一个逻辑 为什么明天很重要 你要带量 因为量会先架行 你量出来 后面价格就上去 这个叫做量先架行 成交量真的很重要 那这是从细部 小区段来看 我们来看到大区段的部分 看到下一页的利基 好 那我们刚跟各位讲的 那个头肩底形态 这个红色的小框框 那个我们就不讲了 那再来就是说 大的形态 它又突破了两道压力 一个是趋势线的压力 一个是一样 上方一个中期的 一个景线的压力 所以说啊 这档股票啊 后面啊 会再涨 但是短线已经涨那么多 你不要急 你等拉回 等拉回 如果有好的机会来讲的话 可以去考虑 可以去注意一下 ok好 所以老师你刚刚讲的 一个重点就是 不要随便追高 但是在底部 当它底部 一旦打底完成的时候 什么时候可以买 就是要学会这种 技术线型对不对 对 好 所以呢这跟大家来做分享的 下一页呢 我们看到的是 大家非常期待的长荣 老师讲一下 为什么你这么看好长荣 呃长荣我们来看喔 它也是一个相形打底 底部形态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 当作左右角 左边这一块 比较大的那个是左角 右边那个就是右角 那基本上 它也不是W底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它上方的压力 颈线那个位置有去突破 突破完之后 现在在干嘛 现在就是在做回撤 回撤 对 那回撤颈线有守住的话 后面再涨的机会 就比较大 我刚刚有没有教各位 三招绝招 第一招突破 有没有带亮 有 我们看一下长荣那一根亮 对不对 突破有亮 好那现在回撤了 对不对 再重点来了 颈线守住 守住颈线后面再涨 这个机会就非常大了 老师所以长荣这个 对还要再观察个一两天 看看有没有把颈线守住 以及带亮上工 对不对 理论上我认为守住的机会 比较大 比较大一点 为什么因为这个底啊 它也不是说一个很小的底 它也横向震荡了 两个多月的时间 你抽到人家痛处了啦 很多航海王就说 我已经沉在下面沉很久了 终于可以浮上水面了 是不是 这个就是懂技术 跟不懂技术的差别 为什么呢 因为底没打出来 就急着买 就比如说左边那一块 很多人帮它当作打底 结果呢 它压力根本没突破 你们一看就知道 左边那一块 我们就画起来 那左边那一块 它压力根本没有一次有突破的 也就是黄色框框 这边边最快 最快嘛 因为没有看到那有个横向震荡 你看哪一天突破压力 没有啊 没有突破压力 那个底就不是底啊 这个底就是底了 这个就判断的差别 所以懂不懂很重要 你看基本面的人 我刚为什么说技术面 比基本面还重啊 因为 你看基本面 基本面其实长龙海运 从去年现在都没变啊 都一直在探戏 都没有变啊 对不对 那你不懂的人 你还没打 你不懂的人 他转弱了 你也看不出来 你就赔钱了嘛 对 所以我说为什么啊 技术面重要重要在这里 你不会陷入基本面的迷思 我们说长龙这一整年来 基本面有改变吗 没有 他都一直赚钱了 而且越到年底 他的那个塞港的情形 还是一样研究 然后他的营收也都没有减少 对 所以说不懂技术面的 就买在不该买的地方 不该钱的就赔掉了 该赚的没赚到 对 所以老师呢 是看好了 现在呢 那我要问一下 我要帮网友多问一下 是只有长龙 现在有可能会叙事待发吗 还是包含万海跟阳明吗 都是 这个可以做一个比较 我们拿近期的高点来看 那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一波长龙 打到这个位置 是刚好上方8月24号 这里也有一个景线的压力 所以他做一个技术性的回答 是 那我们同样的再来看 阳明 阳明啊 离8月24的 这个同样位置的压力 他有没有碰到 他没有 还没有 根本碰都没碰到 还有距离耶 对 所以说两个比较 两个比较 长龙跟阳明 谁比较强 当然就长龙 我们讲是技术现行上 所以说选的话 是选长龙 我也是看好长龙 这是我看好长龙的原因 好 那各位或许会觉得说 最近外海明明比较强啊 对啊 外海都领衔上涨 尤其是最近这几天 对 但是是从这几天 来做一个感觉而已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上面那个条线啊 是8月24号 我刚讲的长龙 已经来到的位置 最高的高点的地方 那你看哦 第二个圈圈 第二个压力 这个是9月24号的压力 嗯 我们这样子讲哦 你看万海最近虽然强 可是他连第一个压力 他都碰不到 他连9月24号的压力都碰不到 连这样杨明跟万海早就已经突破 没有 杨明还没有 杨明跟长龙早就突破9月了 长龙是碰到那个8月24号的压力 嗯 才下来 9月的早就突破了啦 对啊 那早9月的是我画的那个线啊 都是突破了 那已经突破才上去 所以我说那个才是底部嘛 是 那个才是底部嘛 是 他因为有突破那个 那个横向的那个才是底 所以他能再往上冲 冲到那个8月24号的一个上方景线 那万海其实最近看起来好像 比较强 可是如果 连8月24号都还没突破 嗯 所以说比较起来 其实坦白说 这三支海运啊 我比较看好长龙的后市 欸我真的发现有图有真相 而且技术分析老师 那个颈线一画出来 高点一画出来 一目了然 对一目了然 谁强谁弱 不是用嘴巴说说而已 不是说从最近看 有时候我们这样子讲 你赛跑跑到后面才知道说 谁谁跑第一啦 真的 不见得是兔子嘛 真的 你现在看那个万海是兔子 嗯 那其实呢 最后谁跑赢了 搞不好乌龟 乌龟跑赢兔子的 搞不好是长龙啊 对啊 我觉得长龙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好今天老师呢 在节目当中交给大家底部的这些技术线型 希望呢大家可以看得懂 如果呢一旦突破 而且是真突破的话 带量突破即将会带来火山市喷发的行情 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咯 我们也非常的谢谢老师 感谢 好接下来看到网友提问的部分呢 首先第一题呢先来看到的是 老师网友在问说 联电今天开低走高可以涨买点了吗 事实上呢稍微的看了一下联电的部分呢 今天其实也才涨了0.3% 而且呢它的开盘价跟收盘价不会差到非常的多 但老师怎么看待联电呢 我觉得要早买点应该要再等一等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很清楚的看起来 上方有跳空缺口 上方有跳空缺口是这一次 那之前那次有没有跳空缺口 有之前那次也是有 那有跳空缺口它下来测什么 测半年线 所以下方我们可以先把半年线的这一道支撑 当做一个观察指标 如果说从最近这半年多以来 连电打到半年线基本上都有支撑 跌破也没有跌破很远 那马上都能收回来 那最近这一次也是10月份也是一次 然后来测试之后就止住了 没有再跌了 所以第一个下方先看半年线的支撑 好那再来就是我刚讲的 就是说上方的一个缺口 上方缺口短压 上方有留下缺口来 所以除非它能把缺口补掉 不然来讲我认为还要一点时间 为什么 因为你去看 这个一缺口一出现 前面上面的那几根K线都是套牢的 是 对 不过这问题比较小一点 因为之前那个缺口出现 套牢的时间比较久 这是稍微怎么样 稍微比较短 所以说比较容易化解 所以下来之后 大家像我讲的 来测试130日的半年线支撑 如果有守住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来做 OK好 这是连电的部分 接下来下一题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光磊 是传说中的空头吞噬吗 我们来看到现行图的部分 来看到今天的光磊是收红的 但昨天跟前天 礼拜一光磊一根大红K 但礼拜二更大的一根黑K 直接把礼拜一的红K 都给吞掉了 老师这是叫空头吞噬吗 这样算吗 空头吞噬不能看一根K线 这不准 对 我们看一下 它虽然出现空头 出现一根K线去吞噬阳线 但是它下方支撑没有破 下方支撑的话大概在 月线左右的部分 差不多价格来说的话 大概57到57块半 57块到57块半这附近 那这个支撑 这是一个短线的支撑 它没有跌破 为什么我说不能看一根K线 你就判断它是一个空头吞噬呢 我们举两档股票来做例子 好我们看下一支 这是1236的红亚 对这是红亚 对不对 红亚这一根有没有比光也更大根 有超大根的 对 可是它今天掌停板了 对它今天掌停板 为什么 因为它 这一根量它是最大量 那各位我今天再教你们一招 好你们今天真的是赚到的 好 这个以后 这个我如果 老师不常识大非常 果然是技术派大师 如果我每次来上 每次交一点 每次交一点 那我亏大的 以前上我课都收钱 而且收很贵的费用 但我们股市热炒店邀请到大师 大师出马 绝对非凡了 好 我们来看 那这根也是大K线 可是这根大K线它是最大量 那一般来说啊 各位记得 最大量的高点往往不会是最高 哦 了解吧 最大量的高点 那往往不会是最高 那当然有些小型股例外 但是我们讲的是大概率 大距离 你说100支碰到35支例外 那是很正常 因为小型股有时候是看主力 看虫马在做的嘛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大量出现之后 今天会涨停 嗯 还不止这一根呢 嗯 还有谁呢 还有另外一支股票 好我们看下一支股票 这个续位印材 昨天的K线很大根吧 对 是不是 这两个简直是双胞胎吧 对啊 这一看阴线哪有没有吞噬掉 也有吞噬掉 然后今天也是收涨停版 对啊 那各位你看嘛 昨天的量是最近的大量 对不对 所以那今天涨停啊 嗯 那我们回过来看光磊 光磊最大量在哪里呢 在66.2那一天 对 所以这个高点有没有突破 没有 如果这个高点突破 我们可能稍微要小心一点 所以说这个高点也没被突破掉 所以理论上应该支撑 现在支撑没破 所以应该有机会再往上 不过 我刚刚讲的一个重点 这个支撑还是不能跌破掉 这个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OK好 所以呢光磊很重要 还是要看它下方的这个月线的支撑线 绝对不能够跌破了 但这还不算是空头吞噬啊 对 好我们来看到呢下面的部分 来看到第三题 老师你怎么看到长荣行呢 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货柜 总是要讲一下航空吧 那是均线板压 有可能只是反弹吗 我们来看到长荣行的部分 有请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下说明 今天长荣行呢也是被压在月线之下 呃 哎呦 不是可能只是反弹啦 就是只是反弹 我比较喜欢肯定啦 我肯定是因为我比较有把握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这个高点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 他你各位你可以看到 他左边有一个大量 那我说个我刚教你们有没有用 你看马上学马上用 这个大量一定要有高点来交代 所以最高点30.55就是来交代那个高点 好那短线呢 短线他回来的话 这个只是一个技术性反弹 我们稍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如果如果他会涨的话 不会跌破那个二十日均线支撑 我们看另外一档股票 那个华航就知道了 同样这个月线支撑 月线支撑我习惯是用二十日 用二十日无所谓 好那我们来看哦 华航过去各位 你可以发现哦 他最 这一段 三个跳空下来之后 他有两个点 一个点是他打到二十日 二日线的 移动平均线支撑之后 就守住了没有再往下跌 所以开始做一波反弹 好那返盘上周的高点 刚好怎么样 刚好来到一个缺口区的压力区附近 是 他比什么 比长龙航还弱 比长龙航还弱 那为什么比长龙航还弱 很简单啊 华航之前比较强是三十一点一五 他有突破那个大量的高点 对 对 长龙航没有 所以长龙航去做一个突破 有没有 了解吧 这个都算交代高点 好 那华航来到缺口反压之后 他没有站上去 这一波他没有撞高 对 他比长龙航还弱 所以呢 他跌的幅度 这两天跌的幅度 也比长龙航还深 好 有一个重点 有一个重点是说 他这个移动平均线跌破之后 这个只是做一个技术性回撤 那我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 这个是已经转弱了 转弱他 那未来往下继续测支撑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假设 华航会继续往下测支撑的话 那长龙航会不会有影响 对 会有影响 所以说我认为 航运的话 空运跟海运要分开看 那实际上来看 各位外资的看法跟我一样 你说技术面有没有用 有用啊 外资买谁 买海运 对 外资是卖长龙航 今天卖了第一名 对 卖空运 张树的部分 对 好以上呢 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了 不管是长龙航 或下一张华航的朋友呢 但还是要请大家呢 多多的特别留意 今天在节目当中 你要请到杨绍凯老师 如果你喜欢杨老师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加入萤幕上面 老师的Liant跟Terragram 老师以前呢 是到处去上课 然后做了很多精彩的技术分析的讲解 但现在你有机会 可以跟他一对一 来做更多的互动 如果你有任何标股的问题 要来请教他的话呢 杨老师呢 都可以加入他的Liant跟Terragram 来跟他有更多的互动 同时如果你喜欢股市的草店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半 我们都在YouTube首播哦 非常欢迎大家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非常谢谢杨绍凯老师 谢谢 拜拜